腾讯体育11月11日选费成76人队和明尼苏达森林郎队达成交易 76人送出达里奥萨里奇、罗伯特克温顿、杰里贝勒斯和一个2022年的二轮选秀权 从森林郎得到吉米巴特勒和贾斯庆巴顿 ESPN专导人Kevin Pelton给出了他的交易评级 76人得到C、森林郎得到B 巴特勒最终被交易至费成76人 费成76人 C我感觉被称会是巴特勒最好的落脚点 至少从他最初的几个新一下家中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是总冠军竞争者 与此同时他的技术特点很适合和乔尔文彼得以及奔西茅斯一起打球 然而 我一直在想象的交易筹马之 因是2017年的选秀状马克尔·富尔茨 他不仅会帮助森林郎队在未来有所收获 也能解决费成在短期内的痛苦 这对于双方来说是不同的赌注 对于76人队来可能只是一系列操作的开始 得到金敏巴特勒之后 76人队中就有了三个在ESPN赛季前的NBA球员 排行榜中排在前20名的球员 联盟中只有金州勇士队 四个可以和他们一较高下 与此同时 76人交易走了两名首发球员 这两人平均每场比赛 合计要上场64分钟的时间 但76人得到的另一名球员贾斯汀巴顿 很可能不会得到常规出场时间 76人的阵容深度将会受到检验 强如巴特勒 也不可能一场比赛打64分钟 在这比三换二的交易之后 76人现在名单中有14名 拥有NBA正式合同的球员 其中两人 贾斯汀巴顿和加伊尔史密斯 都因为足部的伤势不能上场 另外两人 乔纳博尔登和富尔卡科尔克马兽 出场的时间也极其有限 这样一来 布雷特布朗教练的轮换阵容 就只剩下10名球员 而这10人当中还包括雷尔逊前 得了这样上挺多日后付出 出场时间 仍受到限制的球员 因此 76人是在赌巴特勒 不仅能够保持健康 还能够在赛季中期用他的能力 来为球队做出贡献 尽管76人将他们最大的到期合同 吉里贝勒斯交易走了 但他们依然有迈克穆斯卡拉500万 贾斯平巴顿270万 富尔卡科尔克马兽170万 这几个到期合同 以及威尔逊前得了的1280万合同 可以作为筹码来继续进行补强 同时 贝城的名单多出了一个位置 他们拥有的价值445万的中产特例 可以帮助他们吸引到那些被买断的球员 上个赛季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得到了马尔科贝里内利和恶方伊利亚索尔 从长期角度来说 即使76人按照他们的计划 在今年夏天 可成为完全自由球员的吉米巴特勒许约 他们在好序操作中 依然有着不错的灵活性 如果他们和巴特勒 签下年薪3080万美金的许约 合同 他们在明年夏天 仍然有1900万美金的薪金空间 可以继续为巴特勒 恩比德 希蒙斯 可能还要负二次制几年和新球员寻找帮手 从76人队的角度来说 这比较易的价值取决于一个问题 吉米巴特勒 能比特温顿 萨里奇 以及他们在明年夏天 可以用1500万千 吓得球员三个人加起来的作用更大吗 这个问题是很难说的 他要取决于你认为 费成对于顶薪级别自由球员的吸引程度 目前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倾向于否认 巴特勒应该会在明年夏天挑出合同 放弃他价值198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而他的下一份合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 成为一份议价合同 尽管巴特勒的持球和舞球能力 可以和希蒙斯 恩比德 两人很好的兼容 但他在更衣室中如何对待对中的年轻人 仍会成为一个问题 尤其是他在芝加哥和明明苏达 都做出过那样的事情 有了这些担心以及76人阵容深度的缺失 并没有让球队的整体势力提升太多的事实 我可能不会觉得巴特勒这笔交易 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 有一些分析 认为这是76人的终极操作 而不是一系列操作的开始 如果他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到季后萨之前 继续提升他们的阵容深度 巴特勒的到来会在短期内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从长期角度来说 即使76人按照他们的计划在今年夏天 可成为完全自由球员的吉米巴特勒续约 他们在好续操作中 依然有着不错的灵活性 如果他们和巴特勒 先下年薪3080万美金的续约合同 他们在明年夏天仍然有1900万美金的现金空间 可以继续为巴特勒 恩迪德 西蒙斯 可能还要富二次这几年核心球员寻找帮手 从76人队的角度来说 这比较易的价值取决于一个问题 吉米巴特勒 蒙比特温顿 范里奇 以及他们在明年夏天 可以用1500万千 下的球员三个人加起来的作用更大吗 这个问题是很难说的 他要取决于你认为费城对于顶薪级别自由球员的吸引程度 目前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倾向于否认 巴特勒应该会在明年夏天跳出合同 放弃他价值198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而他的下一份合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许会成为一份溢价合同 尽管巴特勒的持球和舞球能力可以和西蒙斯 恩比特两人很好的兼容 但他在更衣室中如何对待最终的年轻人 仍会成为一个问题 尤其是他在芝加哥和明尼苏达 都做出过那样的事情 有了这些担心 以及76人阵容深度的缺失 并没有让球队的整体实力提升太多的事实 我可能不会觉得巴特勒这笔交易 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 有一些分析认为这是76人的终极操作 而不是一系列操作的开始 如果他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到季后赛之前 继续提升他们的阵容深度 巴特勒的到来会在短期内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明尼苏达森林郎 逼输给萨克拉曼托国王队之后 森林郎队的战绩变成了四身九负 很明显他们已经不再想让巴勒特留在球队北赛季的名单当中了 两名新员的到来会帮助森林郎队加强阵容深度 与此同时也能够着眼未来 从森林郎的角度来讲 这笔交易有很多让人喜欢的点 不像报道中火箭队和热火队为他们提供的筹码一样 他们在这笔交易中没有得到任何负资产和长期合同 魏勒斯的合同即将到期 可文顿的合同是四年4700万 而范里奇乌还在执行他的新秀合同 如果森林郎队在今年夏天用顶心留住巴特勒 他们的球队薪金会超出奢侈税起征线 但他们仍不是一个冠军级别的竞争者 而如今换莱克温顿和范里奇之后 即使杰夫蒂格在明年夏天 选择执行他价值1900万的球员选项 森林郎队距离奢侈税起征线 仍有1200到1500万的距离 直到2020到二历赛季 事情才会变得复杂起来 到那时候范里奇的新秀合同 会在戈尔基金郎的大合同之前到期 不过森林郎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宁妮苏达得到了两名 无论及战利和年龄都相当不错的球员 他们可以和森林郎队的年轻核心腾丝 即将23岁 以及维金斯已经23岁一起成长 3D球员科文顿现年28岁 范里奇现年25岁 这比较易的缺点是 森林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选秀成或是拥有球星级别潜力的年轻球员 科文顿似乎已经很难再取得提升 而范里奇尽管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挨 她在本赛季状态下滑 得分效率和三分球命中率大幅下降 森林郎无论是在自由球员市场 还是选秀中得的球星的希望都不大 因此他们也迫切需要维金斯兑现 他作为2014年选秀状的潜力 随着巴特勒的离开 维金斯有了在进攻端承担领袖责任的机会 如果他现在做不到 很可能以后就更做不到了 当西伯渡教练在唐斯的新秀年之后来到森林郎 这支球队的潜力就受到了限制 尽管在当初交易来巴特勒的时候 我是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的 而森林郎队在当初交易中 从公牛队得到的贾斯庆巴顿 因为伤病阻碍了成长 在他之后两个室内中被选中的球员是老鹰队的约翰科林斯 和篮网队的加莱特阿伦 两者都被认为很有前景 对于森林郎来说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 如果他们在当时能和热波队大成交易 得到如今成为球队核心 状态火与热都分后卫的约石理查德森 可能会是最好的情况了 现在送走了巴特勒之后 他们不得不在生日的赛季当中 尽可能的利用他们的年轻核心做到最好 则说